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外观比较好看的一块球拍 整个蝴蝶的设计呢 从近来的几块球拍都可以看出来是下了心思的 偏向于现代的元素结构 这个你看这个横格隔开以深色为主 特别是这个标啊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精致 Harry Moto 然后是一个弓箭一样的形式 然后Butterfly 背面的是绿豆 整个呢看起来比较简约 而且又比较耐脏 很多公司呢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国厂的 包括施奥德啊 729啊 银河啊 他们设计有些还比较落后一点 上次说的银河那款977 设计还不错 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设计可以元素 越来越融合现代一点 这样会显得耐脏好看一点 第二个呢是说握杆 这是一块七层的内置球拍 跟他同比的龙武比起来 我觉得要好上太多 整个握杆这个有点方又有点圆 而且比较饱满充实 握起来卡得很舒服 非常的舒服 感觉这个地方 反正没有任何不适吧 特别是反手位 因为卡得紧 发力的时候 非常的有感觉 这是他的优点 然后呢拍的结构呢是七层 有点类似龙武结构 面材是零八 然后到阿犹斯过渡层 然后到ALC编织纤维炭 然后到阿犹斯大新 但是注意大家有一个问题 蝴蝶用的是自家的狼方炭 ALC 而跟龙武区别最大的是 龙武是用的自家的黄方炭 黄方炭呢整个编织纤维程度呢 是比狼方炭更软一点 所以这个虽然是内置 但其实呢更硬挺一点 不如蝴蝶那么软 这个球拍呢 目前的普遍市场售价 应该是900元左右 然后二手市场呢 从500到800不等 这个看自己去挑 整体拍呢 结构比较合适 版面呢 在以前的innerforce上面 改大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 所以在改大之后呢 导致了这个拍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缺陷 就是拍相对较重 整体如果是不能挑选 不能像是在实体店挑选 在网购的话 如果是店家任意发货的话 就比较坑 很容易买到93到105克的不等 反正89克到90克的占本 这盒很少见 买到个95克的算是很正常的 所以拍重呢 有两个缺点 第一挥起来挥久了真的很累 第二个正反手转换的时候 确实也显得有点弊端 所以这是这个拍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所在 然后这个拍主给他的配胶 正手是配的挺拔K1 反手是配的油拉的Rhythm 雷声雷软 整体呢 就基本上这样 好了 我们进入下面的试打环节 还有效果呀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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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块球拍 这块球拍呢 首先它有三个不得不说的优点 第一点是拍主的信仰 加成不太好 章本毕竟不是张继科 不是马龙 甚至不是波尔 一直以来比较在国人群体中 饱受争议吧 第一个它拥有中国背景 在日本打球 这个就暂前不论 再加上它在球场上大好大叫 确实很多球迷不喜欢它 这一点呢老公不想多说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球拍重 真的重 很难买到相对来说比较轻的 第二个大版面的问题解决不了 你贴上胶皮依然是偏重的 就说即使是90克的章本 比起90克的龙武贴上胶皮之后 还是会重那么几克 这是因为板面偏大所到处的 重呢 就正反手切换就累 多打几把连续也累 这是一个很让人诟病的问题 还有就是第三个缺点 它呢相对比较稳重 优点呢不是那么突出 反手呢 不像蝴蝶王那么轻快脆 也没有那么暴力 正手呢 没有龙武那么汹涌洪派 整个章本质和ALC 因为蓝色ALC的特点 没有黄方烫龙武的形变那么大 带来的弹簧感那么强 整个产生的形变和那个正手带来的那个 汹涌澎湃的正手感觉 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相对来说 正反手的优点都不突出 以上就是章本质和不得不说的三个缺点 好 我们说完了缺点来说一下优点 这块球拍除了刚刚说到三个缺点之外 剩下的全是优点 关于蝴蝶的高端球拍 球迷朋友们看过老中视频都知道 老中向来是很少推荐的 包括之前打过的 零A 波A 波Z 超级章本 超级章技科 Super ZLC 都是老中不推荐的 因为老中觉得 一般来说 不轻易的给人家推荐这种高端球拍 一推了 很多信任我的粉丝 会真的去买 如果买了不爽的话 那我有可能辩 然后呢 我之前推崇的蝴蝶高端的只有一款 就是认真推的就是蝴蝶王 其他的只是说相对推荐 或者在一定情况下比较推荐 在我拿到战本之前 我内心想的是 哼 这球拍打了之后黑他一顿 但是没想到打了之后 他会成为我第二块推荐的球拍 我对这块球拍的感觉 我可以如实的告诉大家 没有昧着良心说话 真的是太好打了 反手 这个哥们贴的是油拉的雷软 我换到蝴蝶的罗泽纳 也换到挺拔的龙鱼 我觉得非常满意 整个反手非常的稳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动作 去撕 去拉 感觉反手带来的感觉特别好 特别是进台 以前去撕的时候 用蝴蝶王容易下往或者出界 但战本之后 AOC完全没有 他给了我反手很强的信心 在用他的期间 我甚至打赢了 平时很少赢的陈老师 再说正手 这是一个不如龙武的那么澎湃 也不如那个蝴蝶王 正手那么清脆 但是他的感觉就是很舒服 怎么打 怎么有 怎么打 怎么好上台 在用他和萧球手打的过程中 我感觉自己的正手命中率提高了 我是带着 大家说会不会是一种潜意识作伴 其实我潜意识里 一开始没有拉到之前 我是鄙视他的 我是带着一种鄙视他的态度去打 但是在打的过程中 对这个球拍产生了一种改观 必须承认他真的是一块优秀的球拍 他没有龙武那么澎湃 没有 Vace反手那么暴 但是他做到了均衡 做到了舒适 大家都说 张本之河的反手非常的凶狠 他的凶狠不是 樊正东的那种暴力而优雅 他是一种稳定速度控制 有点像林高远一样 所以这块球拍入手带给我的感受 非常的震惊 再加上他在二手市场上 售价相对比较低 500到700都可以买到 如果我觉得正常来说 没有球拍的话 你没有一块合适的球拍 可以去考虑搞一块二手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 狐狸的其他的外置或者内置 就不要搞了 脑中还是回归求新 本节目还是推荐大家 不要烧拍的 但是不得不说 张本这块拍真的太好了 除了之前说的三个缺点 优点 基本上真的是很好 当然明显的缺点再给大家聊一聊 张本的正手我试了很多配胶 我觉得不推荐狂飙 推荐狂飙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南省他本来就比较温吞 你发力足了他没有龙龙的那种爆发劲 也没有许仙蓝标那么正手那么爆 所以你会失望 第二个问题是他比较强调不退台之后的摆速 所以正手呢我比较推荐就是挺拔配一啊 招某为家啊 这种海绵下面是国外的 然后浇面是连性的 反手呢这块球拍非常的好配胶 尽量配一点那种保证命中率的包裹性比较强的胶皮 比如说这个油拉的雷软啊 挺拔的ELP啊 胶脏的GNV啊都很好 当然你有钱再来个蝴蝶也可以 总的来说这个球拍的反手包容性很强 可以让你尽情大胶的主动发力 这是它的优点 节目的最终 脑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几句 说一千到一万 球拍再怎么打也是一个器物 最重要的还是靠技术 如果你说我之前用狂飙龙5或者968 老是反手4的时候下网或者出台 会不会换到张门之后就好一点呢 我告诉你没有那么神 千万不要过度的相信和依赖于器材 真正的高手甚至比我厉害一点的陈老师 你像他拿个729的Z1 正反手贴两片那个什么729普奇套 海夫蓝金训练套 他照样可以干赢我 这个是技术的硬关系 如果你说用一个胶皮 老是说下网 万图说换一块球拍就能够改变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 你还不如多请个教练多练练多球 总的来说呢 它的性能好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的 而且是符合个人特点而言 器材只是辅助 技术才是完到的 欢迎收看老头卓拍 我们下期再见